看影片之前提醒大家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 扩别三年之后 号称是吉隆坡最有年味的庙会活动 慈场街年味节回归了 主办单位今年特别选在历春这一天来举办 希望在跨入龙年的第一天 可以火化吉隆坡慈场街这个百年老社区 让民众提早过年 除了一系列新春活动与表演 那主办方呢还特设了慈场街寻宝环节 有刀烂员会带着民众穿梭在巷弄间 寻找逐渐被大众遗忘的传统年味 一起跟着记者黄介琪 陈凯轩和刘胜明的镜头 去挖宝 春回大地 万象更新 作为磁场街地标之一的百年关地庙 今天一大清早就迎来许多访客入庙烧香起伏 庙里香火鼎盛 烟火缭绕 人潮落语不绝 难道就跟今天是历春有关 一定要拜官帝爷吗 为什么今天这么多人呢 今天这么多人啊 今天因为办着活动嘛 历春嘛 春节嘛 所以不是很多人哦 刚才这里是官帝庙嘛 全部也是经过这边进来 拜拜求个平安嘛 庙里人头攒动 庙外则是人来人往聚集了不少人潮 原来外头的鞋街正在举办磁场街年未节 就连外国游客听到有舞龙表演 还特意停留等待 等待给他们的鞋子开始 然后给他们的鞋子 所以全都很感兴趣 从街尾印度庙齐舞 绚丽的舞龙队穿越过人群 抵达关帝庙口 瞬间捉住现场各族人的眼球 你看 小妹妹都忍不住要打卡牌照 而八支舞师街头羡慕的锣鼓喧天声响 则是把新年气氛给拉高拉满 一击鼓开幕的仪式完成之后 相应考古工作者张奇安也带领团队 呈现表演节目 今天是立圈 然后过来摆华一下 看看一下 走走看一下 原来这么热闹的吗 其实我不知道的 讲真的不知道 真的很热闹 带我甚至来参观参观 为什么带他们来 给他们见识是新春的欢乐 这里喜气洋洋 很有新年气氛 灯笼红荡荡 高高挂 开心 希望大家健健康康 开开心心 除了精彩的文化表演 民众也可以在磁场街年未节逛街买年货 来呀 来呀 大家来看我们的新华 来自新华会馆的姐姐群 叫卖面线最落力 家印会馆则是出动锣鼓 推销非常抢手的味教板和瓷巴 来 家印会馆的高点 剩下最后六行 一合五块钱来 要买一块儿了 剩下最后六行 除了个别会馆 摆摊 售卖各种年货 藏在磁场街巷弄间的传统年味也不少 八点字热报设置队跟着导览团穿业巷弄 游走老街搜寻百年老街里的古早味 首先来到的第一档是专门卖种植的合育剂 但他们的档口有一半都被五彩缤纷的干粮给占据了 经过介绍之后才知道 原来这是广东人在新年期间会吃的蔬菜糖 每一种都是充满寓意的 过年的时候我们通常有卖那些 有一头的糖果 比如那些青椒 秋彩准薄 这个马蹄 马刀锋绳 还有那个银条 金币 是萝卜跟冬瓜条 有莲子 莲生硅脂 那个莲莲有鱼的莲藕 还有那个酱片 万烧无浆 买过年拜的甜品 小时候过之前的那些 传统的那些甜品 年年都卖的 传统的那些东西 现在都这么说 接着第二站来到以炸番薯蛋 著名的档口 不过他们暂时改卖年饼 当中则藏着广东人每逢新年会吃 如今是越来越少见的年饼 名叫角仔 那是花生角 菌角碗 可以转弯 就是让你转好运的意思 还有这家经营了50年的古早味饭店 加入西洋梨和炸芋头的鱼生 是他们传承多年的特色年菜 鱼生鱼生 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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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一圈之后发现 不管是粤菜还是传统新年小吃 都是以广东籍贯为主 原来背后是跟此场节的历史有关 因为我们这里中坡最早开发的 还是因为锡矿 开前锡矿主要还是以客家跟广东人为主 所以我们这里的话 目前在这个鲜场节之一代 主要的餐厅还是以广东人客家人的食物为主 作为繁华意识的磁场街 老街里的传统老味道和一些文化艺术等等 或许会在时间的巨轮当中慢慢被淡忘 但总有一般人却在默默地以各种形式来活化老街 让属于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得以保存 今年也是农年的第一天 所以我们希望说在这个老街 能在农年的第一天展现一个农烈的新年气氛 所以就选择在立春的第一天来举办这场的年卫节 希望说通过这个活动 让在立春的第一天活化这整个磁场街 这个老社区 本人的第一天活动 本人的第一天活动 每个月都在农烈的新年参加 对于这种改革的新年参加